他們好像這個Counter Pick 並沒有說真的到很康 反而是前面的四選 有幾隻就相對來說康的對方了 就是在角色的陣型上 在BP環節中 HP就贏蠻多了 沒錯 那馬上就來到今天的第二場比賽 這場比賽兩邊的一個藍紅方是交換的 AS隊來到藍方 然後塔龍則是來到了紅方 不過比較特別的就是塔龍是在PCS裡面 少數紅方玩的場次比藍方還要多的隊伍 塔龍的一個紅髮場是有11場 然後在藍方有7場 這其實算是可能他們比較喜歡選擇紅方的一個隊伍 我覺得這一把呢 HQ他們算是有換一個BANPIC的策略 因為他直接把勒布朗給按掉 可能當然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在藍方 他不需要扛薩娜跟亞菲利歐了 他是兩隻目前都沒有像上一輪一樣自己按掉 那這一把他也並沒有說真的要用栗戰索 去對上對方的勒布朗 那HQ的首選就會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可以看得出來HQ現在可能對於雷克薩的執著 已經沒有到這麼這麼的重要了 那我覺得以WACO他是會玩新朵拉的 或者是說可以選擇像肉依這種uniball也很擅長的英雄 對看到勒布朗其實就可以猜測說 HQ可能想要再首選做一些文章 然後塔龍的話這裡要不要開亞菲利歐呢 因為塔龍的話在對亞菲利歐的BAN率只有來到50% 等於是他們有一半的機率有機會開出這隻角色 開了 開了 三娜也開囉 而且我記得UNIFY跟凱雷他們在前天的比賽是兩把 的三娜加湯肯喜 其實我記得在這個10.6的後面一點 差不多很多隊伍都會把這個三娜給開出來了 然後這裡AHQ就看到大東你不拿 那這個亞菲利歐就直接拿下來 塔龍這裡一定得在BP做出回應喔 因為這個亞菲利歐是他們選擇放出來的 他們一定想好了什麼 那就要像剛剛HQ一樣選擇放勒布朗之後 有一個去應對他的東西 他可能就覺得三娜貪肯喜是一個可以去處理亞菲利歐的點位 可以先選三娜就好了 貪肯喜其實也不一定有必要 因為三娜能配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這也是三娜在BP中的優勢 那相反這裡先選擇打野會是比較好的 喔還是貪肯喜 我在想的是因為這裡如果不把三娜貪肯喜給選下來的話 貪肯喜其實也有機會變成保護亞菲利歐一個很好的點 所以塔龍可能是想要防止這個點先把三娜貪肯喜給組合 因為其實可以配茂凱跟那個 夏里歐啦 對 我覺得配茂凱還會比較好有一個錯位效果 但我覺得塔龍這裡就是也沒有想要多演什麼 我就直接選兩個 呃我一定擺在下路的陣容 我之前看LEZ還有配過那個特朗德 然後直接去那個輔助分推 然後緊接著的話ASQ 這裡在打野位的話是先選擇了一個特朗德 然後輔助位就直接亮了色雷西 我剛剛看到那特朗德我驚了一下 我覺得這個特朗德是有錯位空間的 就是說不定可以去輔助位 但後面看到色雷西就 欸就並沒有這個可能性 那塔龍這邊可能就得先拿一隻打野位了 而且看到特朗德之後你的打野 如果選擇坦型的就會向上這邊看 哇 又是冒凱 Oh my god 又是 書樹 不一定是認書樹 但是 就是枝老樹 這裡的話再讓哈拿比使用了坦克 因為在沒有二的一個情況下 可能塔龍認為還是要以團戰作為自己考慮的取向 然後ASQ則是把打野位還有輔助位都給選下來之後 這裡色雷西打坦型算是一個比較常見的 counter pick 然後塔龍這裡ban了 這個卡薩丁是不是想要選阿奇爾 有機會 但是ASQ看到之後也馬上做出反制 我覺得選酷奇比較好一點 就是你就擺了一個坦了嘛 而且是看到對方選了特朗德之後 我還擺一個坦 給你看 那就是你選中路的阿奇爾或者是酷奇 都比較高機率一點 對 其實這場比賽的一個3R就比較偏向是一個功能型的ADC 然後中路的話補一個大輸出 就如同ZD老師剛剛所講的有可能會是一個酷奇的登場 然後這裡再ban掉了塔龍自ban魔鬥 ASQ依舊是把鏡頭給封鎖掉 雖然說River是有使用過的紀錄啦 但是也僅僅是一場的使用而已 這裡的一個四選 可能會先搶一個打野位 或者是要搶酷奇也是可以 還在做思考塔龍這裡的一個VP要怎麼做選擇 果然是先搶了一個雷克薩 這幾話在對上特朗德 兩邊的一個打野都已經出動之後 HQ剩下中上兩路目前都是還沒有登場 現在像是辛朵拉其實還在 然後上路的話 喔果然辛朵拉 辛朵拉會是好一點 因為以目前塔龍的整體陣容啦 他中路一定是一個大carry 而且是一定要是農到後期的 如果你再選一隻前期的中路的話 我覺得HQ就像上一把一樣就是慢慢拖 就拖到後面塔龍就會自然而然的就是饒死 但相反你選了辛朵拉之後你前期非常能做事又能夠推現 那就是跟時間賽跑啦 而且HQ後面還是有一個亞菲利歐的嘛 也很安全 哇你看 VIV就敢拿鋼姆 他直接教學 就是你拿坦 我拿坦的時候你拿坦打我 你怕了 這個才是對的 你拿坦我就拿一隻可以後期carry的英雄出來打 這樣才是對的 上比賽手槍勃VIV 即將是要上演一個對上坦克的正確選擇 選了一個鋼姆朗克之後還帶了一個全球地圖性的支援 這裡 但這裡的話 ASQ他們的開戰技能會比較少一點 這裡其實酷騎好一點 就是塔龍選酷騎會比阿奇爾好一點 好像比較多 阿奇爾沒了 阿奇爾沒了 那這樣感覺是 噢 換阿卡莉又是一個很偏重中期的組合 阿卡莉在對上辛朵拉是有一些刺殺的威脅性 但最後 Candy要把自己昨天使用非常亮眼的阿卡莉 繼續南跨到自己的角色池當中 怎麼了嗎 我剛剛看你眼睛稍微往上一瞥 我覺得這個阿卡莉是一個可以在單線 穿辛朵拉的選擇 但 他不是 就是以你塔龍的整個陣容擺下來啦 就是他有一個很明確的缺陷 就是你下路前期對線一進對不贏 然後上路 你怎麼對就大概長那樣 就是 鋼普無限的長大 你的樹人也是無限的長大 但重點是什麼 你的打野會不是一個坦克 所以特朗德會在一定吸你的冒凱 所以你的冒凱也不會坦到哪裡去放 但是特朗德會 因為你給予的雙方 而坦得跟鬼一樣 就是空月他不用二選一 對然後 這個阿卡莉我不喜歡的點在於是 阿卡莉是一個單點刺客 那對方有三個核心 就是他有三個輸出位啦 就是 後期的鋼普 後期的亞非利歐 然後還有一個辛朵拉 你再猛你就是秒一個人 你就只能刺一個 對你刺完一個人之後 你會進入一個平洛奇 那另外兩個carry位就會把你給秒了 對阿卡莉來講 可能是6D老師有提到 他比較不喜歡的選擇 不過這場比賽 HQ已經取得了1比0的領先 究竟塔龍可以把戰局搬回1比1 還是HQ可以先取得聽牌 我們馬上要進入到這場比賽的召喚下谷囉 好的馬上來到今天第二場比賽的對決 其實在10.7版本阿卡莉她的大絕冷卻時間被縮短了不少 這可能也是很多隊伍在近期會選擇把他拿出來的原因 呃我覺得 這把塔龍如果要贏 呃前期對線只能靠雷克薩硬帶節奏 那另外一點呢就是後期的E3E分推 他們在有貪坑期的幫助下 是會比對方靈活非常非常多的 但這就得建立於他們前期對線跟中期的會戰不能輸的太多 但我覺得這個難度很高 因為其實這把BP啦 我選完之後我就覺得 起Q已經贏了70% 就2比0 2比2已經100% 我真的覺得右邊這個陣容 大膽預測2比0 很難換 但是對於HQ而已 因為我剛剛就在想你講的一個點就是 特朗德他可能只能吸冒凱 因為這場比賽是配得一個3R加上坦肯期 其實我們也看過很多 就是當UNIFY拿出3R坦肯期的時候 凱文他的這個坦肯期會成長到什麼樣的坦度 因為通常坦肯期會 就是第一件一定是 凱文都是玩屍的肩甲流的 那冒凱的話 因為應該說冒凱是會進場的那個人 所以相對來說你吸他比較簡單 而且他進場完之後他是不能退場的 所以他會來給你吸 你吸坦肯期 就坦肯期就會默默的往後走 然後還可以保AD 所以這把吸冒凱絕對是最好的 那這把我覺得塔龍就是在賭River前面帶的節奏 至少要3顆 3顆頭 3顆是低標 低標低標 2顆就40分 3顆60分 那也太難了吧 然後中路呢 就是你前面對線不能被推的太崩 你太崩的話 你的打野不能做事情 那 6等之後就看Candy可不可以單殺個UNIFY 不然真的沒有機會了 哇這場比賽其實對於塔龍而言 他們如果要拿下勝利的話 這個 勝利的條件是非常 勝利的門檻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 左邊的Carry位真的太多了 我覺得光亞飛利優一個人 在後期會戰的影響力就真的是太變態了 那 呃 就盡量推 因為雷克薩絕對不能去GAM上 他去GAM一波上的話 他的下路只要被鑄到 就是可能打散 那你的下路如果 就結束了 沒有一個很好的發育空間的話 你連後期的一個大Carry都沒有 所以 雷克薩這一把會比較 然後 就是 一扇形來看會蠻明顯 就只能一直往下刷 那這個就是剛不想要的 你一直往下刷我就是無限發育 而且我六等之後給予的大絕 又可以防止你可能做下路的塔薩 所以 HQ整體陣容是有一點 欸就是 就有一點互助的 那把 塔龍就是比較偏向 忽住一指 我要用個人的能力打出優勢 一個是比較偏向團隊的取向 但另外一邊是靠著個人的操作 這是兩邊在選角上面的一些不同 然後來看一下鏡像的位置 這邊兩邊又是交換 但是 River老師說 這樣比賽在前期想要發起進攻 可能 中路會是一個比較可行的點 就閃翻嘛 就 拼拼看 翻個三次 會不會 看有沒有機會中一次是不是 對 三次都要中 全要全部都要中 你不能空一次 不然就是你這個龍得 得搶下來 因為前面的龍雷克薩還是會比 在六 塔龍的六等之前雷克薩還是會比較強的 所以呢 這個龍看可不可以 就是搶下來 建立前期的優勢 就是前期該拿就得拿 這個是塔龍 勢必得打的壓力 但這裡的話 如果他要這樣打 時間點要拉的很早 因為 當Ziff六等的時候 其實 這個鋼普的大招等於是多了一個人的參戰 就是沒有他的構成條件很多 就是你的中下要推 不能對方 不能對方的中下先來 只要對方中下先來 你就會 開始有點難受 因為你看這一波 UNIFY 雖然前面是壓線的 但有一個問題是他現在沒魔了 那你這個龍你就不能打 因為你的 欸第一位是沒有魔的去打這波會戰 那 等特朗德跟鋼普六等之後 你真的要再去碰壞也很難 所以呢 這個是有點相輔相成的 所以我才會 這麼就是有點偏鐵口之斷 我就覺得右邊 真的很難贏 除非他們就是狂殺猛殺 就是 就是前期要非常瘋狗 然後後面 處理各波的 1-3-1分推 跟會戰都要很細膩 才有機會贏 那我也只能說 如果這場比賽 起Q輸的話 高機率就是你nice 呵呵 不可能 不可能嗎 不可能 這麼有自信的 欸我投 我投塔龍3-1贏起Q 這把如果起Q贏我就預測錯了 我又不是部分兩邊都預測 喔對齁 部分是在他的節目裡面預測是 AHQ 然後在那個粉絲團預測是塔龍 真的經驗老到太深 非常的精明 這兩邊都投了一票 等他預測中 他就解哪一邊的圖 欸我預測中了這樣 好開心 這必中 這中的機率100%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 來看一下uniboy 這不知不覺也快要農到6等等級 現在的地龍是已經出了 鋼普6等了 而且 這裡會有一個 這個龍其實對於塔龍來說 是還是比較好拿的 因為兩邊的上路如果都下來的話 絕對是冒凱有用 但相對來說 鋼普丟個大絕就繼續在上路爽農 這個就是HQ買的一個保險 這也是上一把塔龍BP我這麼不喜歡的原因 就是看到對方是坦克 你就得制裁他 他有點 只賺不賠 就是反正我給你一個大 我還是5打5 但是我多一個點就是我可以繼續在上路爽農 就是我龍給你沒差 因為只要不構成4條的龍魂都可以打 那我的鋼普只要發育到後面 你可能就算真的有龍魂 你都不一定扛得住鋼普的傷害 對這場比賽的一個ZIP算是拿出了這個 在PCS比較少見 他自己比較少使用的角色 鋼普朗克 然後來看一下另外一邊的話 這拿到刺驗這個 閃彈槍的一個亞貝利歐可以不斷的把自己的推線 這個推線好輕鬆 往前加成 然後再一個擴散傷害是達到UNIFY UNIFY掉到的半型 阿卡利六等了 我們就看 大家會不會突然傳來一個死訊 是UNIFY被SOLO 這可能會是單殺也有可能會是我們的首殺 因為在現在的話首殺是還沒出現的 而且雷克薩現在也快六等了 真的要拼命去散翻一個 呃上路或中路都好 你就是得翻 必須得要中一個 對於雷克薩的時間也是越來越緊迫 Candy上到六等也嘗試想要給壓力 但是有沒有機會可以靠著可能Candy的一波推線 然後來看一下中路這一波一個推 然後反勝的話再交了鋼群手裡劍 我這裡 UNIFY也是出水滴流的耶 所以他要出赤天使讓他自己的 呃就是可以多一層坦度 他就不容易被對方阿卡利刺殺了 對這個在出裝上面也是比較有想法的 保險啊買保險啊 反正我前期我也 我真的要硬打贏你 我可能還會被你就是SOLO掉 我就前期我就是 買個水滴瘋狂推線就好 然後後期你刺殺不了我這把結束 對而且我之前也有稍微去查了一下就是 新朵拉第一件的出裝取向 現在有59%的人會選擇GLP800 然後只剩36%的人會選擇使用這個盧燈回營 那我想說剩下的%是什麼 看起來就是這個水滴了 應該就是這個自天使 然後反勝的話 AXU直接想要來開啟這地龍 往前一駐但是駐者我們沒有看到一個龜 推到 推到Candy Kandy這邊又被勾又被跳 然後超能解放 手殺直接被深入霸體給吸死了 然後你看到雷克薩完全不能進去 因為他只要一進場 被吸雙防 他也是瞬間爆胎 那這一波就是一個在 下路線的推線逆轉過來的情況下 直接轉到龍 就直接搶下來了 對Kandy被逮到了一波機會 這個柱子直接駐到之後 反身推中 就基本上完全沒辦法動 空爺帶走了這顆人頭 然後反身是再收了一條地龍 這裡在8分鐘的一個時間 這邊再一個勾嘗試 但River要來了 哇 燈籠 這個燈籠是非常克制 除非是他能夠在燈籠拉到之前 閃現中斷掉這一個 拉燈籠的動作 他要拉到的瞬間把他閃中斷掉 對 這可能是River他剛剛 但這個操作難度就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高 這個操作難度 第一個是他的反應要夠快 然後第二個是這個燈籠要丟得很差 就丟到遠到他 就都要配合 對對對面也要配合他 可是這個就太難了 當然這裡的話 阿卡利遭到擊殺 好險是能夠用TP回到了線路上 但是 這顆人頭掉在特朗德 等於是特朗德可以更輕鬆的 可以更輕鬆的往前發育 而且這裡看起來在8分鐘的一個時間 要直接SOLO遇事者嗎 這裡是可以直接開的啦 因為你的中路 剛拿了一個人頭之後 是蠻有優勢的 然後上路線 這個鋼普朗克是 無止境的發育 茂凱 完全沒有任何用 茂凱 茂凱就是CS是平的 喔 蠻開心的 可是對方有毒蛇硬幣 然後人家後期又比你強 這個 這個在傷害上面 還有在農的方面 鋼普朗克都是略戰優勢 然後反勝的話 這看起來 Kendy在中心也給不了太大的壓力 而且 只要Uni Boy的閃還在 對於Kendy來講 想要刺殺他的機率 就變得更加的提高 這裡再拿個藍 神體來說 HQ這一把 相對來說就是 一直農到後期 就會 順利的把遊戲 的節奏一直帶著走 那 反阿塔龍 他現在一定得找一些團戰打 尤其是在 盡量在上中野碰撞起來是最好的 因為茂凱現在的影響力 整體CC還是會贏過鋼普比較多 然後再來就是打野位 這個雷克賽如果真的在不做事的話 就要 神優兩場了 就是要變成一個 HQ的2比0 但是 對於HQ來講他們 甚至可以就是 等一下 我就不接了 因為 在他們已經拿掉一條龍的情況下 又拖了五分鐘時間 我覺得現在HQ要去接也是 沒什麼問題 因為感覺就 就 他是個後幾陣 他感覺沒輸很多 而且以HQ 整個隊伍的打風 就是會願意去打這種團戰 這裡茂凱TP 要來打架 Kendy有一個還不錯的側切位置 往前一個綁織 接往後亞伯尼 要來看一下鬼靈之後 準備要進來 丟了一個月之燒兵 然後黎明之也準備要進場 來看一下Kendy的一個位置 這邊以色拉也被留住 一個毒蛇直接舔到 下了一個佳龍炮彈幕 但是玉石神媽媽媽這邊也在參戰 反身打了一口眼睛 那這一波的團戰也是到此為止 HQ選擇 不繼續進逼 我覺得塔龍的這個TP 用的非常的好 他是直接限制住了 HQ的撤隊路線 而且HQ選擇一開始要打這個冒牌 但就是目前的傷害量 是打不動的 那HQ還想繼續接 這裡是一個步槍 搭配的是一個回力鏢 來看一下一個推 推到Kendy身上 但反身的話 這個月之燒兵卡住整個窄口 又是1200滴 玉石神媽媽不斷被玩弄 往前丟了一個樹精 但是River在繞背的位置 完全被看到 最後重擊應該是由HQ拿下嗎 哇 看起來應該是的 那這樣塔龍反身想要來追擊 必須要贏這波團戰 哇 綁進去 往前的一個綁 直接打了對方的陣型 正中壓哈拉皮 直接帶走人頭 但是反身的話 次元的傷害也很高 最後樹人拿下一個Double Q 塔龍準備要拿下團戰的勝利 這邊是一個3比1的開局 有三顆了 三顆了 有救了 這及格了 及格了 我覺得這裡HQ打的有點 他們後續再來接這個團 就有點偏硬要了 因為第一點是鋼譜已經沒大了 然後他們可是抓住對方素人也沒有大的情況下 想要再過來偷打這個浴士者 雖然第一時間 Uniball跟空月把River趕上岸了 但這個浴士者就有點麻煩 就是HQ很想吃浴士者 反而一直被對方的人 持續做poke 那這時候哈拿比非常聰明 知道對方的目標都是浴士者的情況下 找一個地... 找一個時機點 直接側切進去 然後嘗試留人 重點是這邊 是綁進去之後 直接Q四個人 哇 這一波 一個蓋火鍋 這一蓋蓋四個 然後後面的話 這茂凱拿了兩顆人頭 挖口這裡也被Candy 一個來無影去無蹤 直接刺殺掉 這一波就有點 不太科學了 他們 你說不科學團 就是團戰 團戰 卡龍這邊打的蠻不科學的 就是 在失去的茂凱大絕之後 還是用一個很漂亮的進場 去逆轉這波會戰 對這裡的話 AHQ剛剛雖然說拿下了浴士者 但是最後那個眼睛也撿不到 塔龍拿下團戰勝利 反正的話 River在上比賽 這個003 已經達到了ZOD老師的標準 我覺得三顆嘛 對 當然不用都擊殺 只要有拿到頭就可以了 對只要是其中一個 030 030應該不行 因為其實塔龍這個鐘也就 是蠻標準的雪球勝 一旦滾起來就是瘋狂的往上滾 因為包括下一條龍 塔龍都是可以去接這波團的 因為在 冒凱現在的坦度是非常足夠的情況下 HQ可能這條龍還是 在打完 輸完上一波的會戰之後 是要選擇自己放掉的 那這樣子就會幫助塔龍的這個雪球 漸漸的 欸滾起來 那看可不可以在 亞非利歐或 鋼普成型之前 把遊戲結束掉 對 現在塔龍的話慢慢的是想辦法 把自己的一個遊戲 節奏拉到自己想要的時間 那這裡 要來先靠龍 龍居的視野先稍微掌握 然後鋼普還在上路發育 這裡應該要直接放龍了啦 因為除非鋼普要TP過來 但這 TP過來就會像上一波 有一點類似 就是你TP過來的影響力 又沒有比對方強 那你這個團打起來 那你這個團打起來 第二波再去進場感覺就有點照鏡了 對那就讓 Ziv Ziv好開心 終於是讓我玩到了遊戲 哇三個塔錢 好舒服 全部投資在了這個Ziv的船長身上 對那現在塔龍就要像剛剛說的一樣 瘋狂找上中野的團戰打 就是一直打 在對方的C位成型之前 一直滾優勢 然後看 對就是往死裡打 這一場反而是塔龍要一直找架打 他們這場必須要像瘋狗似的晉級 塔龍目前是3比1的領先 來到14分鐘 不過HQ會給他們這個機會嗎 感覺並不是很容易 在第二條的預示者 可能是我們可以看到 第二波團戰的發起點 就看HQ他願不願意去跟對方碰團 因為可能HQ就是 以這種打架而知名的隊伍 喜歡打架的隊伍 對他當然也有 以他的角度就是我 我接 面子問題 也沒有面子問題 就是敢拚 因為剛塔龍也是大落後也是狂拚 所以也沒有理由不跟對方拚一下 對這裡來一個禮尚往來 但是反身的話 這裡下半部的一個外塔幾乎是屹立不搖 一滴血幾乎都沒碰到 我覺得再來爭奪就是那個預示者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要讓塔龍去 去打一些1-3-1的分推 把阿卡莉這個點充分發揮出來 因為阿卡莉在下一波回去 應該就是有槍刀了 Uni Boy沒閃的喔 被看光光了 但全部被看到之後 River這裡同時也是沒閃現 但來看起來有沒有機會 看著阿卡莉的一個推線 往下來施加一些壓力 但是空越也很聰明 這裡就在鏡像位置 守住帶兔 你一過來我就可以適時給予反蹲 而且這裡Z服在有大招的一個情況下 塔龍基本上不太可能去做這個下路的塔殺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 就是茂凱目前已經是201的戰績 但是先出了一個日眼斗篷 然後下一進的話 Z服他的裝備是選擇要出 看起來是要出手套的 如果比較兇的可能會往奪破之眼去走 那這裡等級上是稍微落後的 可以看到在15分鐘的一個經濟曲線圖 塔龍剛剛是稍微落後之後 現在馬賽要拉回來 非常的波折 不要心躲啦 打這個團的話 HQ是有在找機會 一直嘗試做發育的 那這裡是用彈肯齊的大絕 去做一個回線 這樣會有一波推兵線的優勢 看可不可以利用一個轉中 然後再間接的去把視野布起來 因為現在River會蠻受限的 就算剛打贏了那波會戰 也會因為視野不夠多的情況下 他不能再多做其他的事情 這也就像前面BP說到 就是他這把得很努力的找事情做 必須要非常的用心喔 然後來看一下Z服這裡的話 不斷的在發育 但是現在的話 感覺對於塔龍和AHQ 的確是在等待這個 下一條地圖物件的出身 其實也快了 在一分鐘之內 不過AHQ以他們現在這個位置 如果感覺是不太能打的原因是在於說 塔龍這裡已經先佈到了很深的視野 如果在第二條預視者還選擇要強接 很可能會被對方直接反打 這條預視者其實 HQ他真的接起來的話 會相對吃力一點 雖然現在經濟是平的 但現在阿卡莉是有槍刀的 他的這個Pulse Bag 是拉得非常非常的高 那第二點就是 HQ如果不選擇接 預視者這個團的話 其實這預視者 一旦有找一個機會把中路衝破的話 塔龍他打起分推的情況下 就會變得更輕鬆 所以HQ是得 可能就是要嘗試做一個賭注 你放了之後 你的中路就得派很多的人力 跟複製很多的視野 確保這個中路外塔絕對不能掉 但這裡預視者要出了 然後來看一下現在的 HQ下落雙人組 是往上來靠的 空間在側邊做Cover 這Cover我們的老大哥Ziff 哇吃到樹精 好像也不太痛 但是反身給到一個Q技能 這裡River在插眼 給了一個柱子就頂你一下 但是HQ這裡靠的是比較快 不過Tankan其實是有深海遨游的 先推中路線 先執行 反身的一個迴力鏢 這裡吃焰月焰 先把兵線清出去之後 HQ靠到了這個預視者池附近 有HQ想打喔 HQ是想打的 先從視野開始做起 這裡四人是集結在了一起 這裡隔著一個強勢全部被聽到了 這個應該也不可能直接轉出去嘛 太太太瘋狂了 所以這裡 塔龍得再把這個視野給搶回來 然後開預視者的情況下 得先拉掉第一波Ziff鋼譜的大絕之後 他們再轉身拿預視者就會有 一定程度上的優勢 對但是要注意的是 其實現在亞費利歐已經是有無盡之刃了 這裡的話 Kendy往前一個E技能 挖口是以迴力鏢反應 但這裡的話 並不是出奪魄之聯的一個挖口 在出裝上面也是有所變動 還是在做預視者的一個拉扯 兩邊在拉扯 估計拉扯快要一分鐘的時間了 對那 20秒龍就會出囉 如果出了之後 相對來說就可以變成一個交換啦 也沒有 反而是讓HQ拖到了一個不錯的時間 對這感覺是HQ想要C的局 也就是我就在這邊跟你游移一個推 推到的是Unify的身上 這裡要轉頭 吃了嗎 這裡再不吃的話 HQ大家應該都會轉頭去拿水龍了 因為水龍龍魂對於 兩邊的會戰陣容的影響性都差非常多 但這樣會不會變成一個情況就是 現在塔龍反倒是要去找AHQ了 就是AHQ如果想換的話 他就必須要去選擇一個物件 一個勾子直接掛到坦肯齊 但坦肯齊非常的坦 凱威這邊坦出非常多的傷害 往前一個靈命之影 再給到一個保護 但是幽靈不會這邊直接殺掉了凱威 哇那這樣凱威 倒下最坦的人員已經不見 然後反射到冒凱 是有TP的一個位置 但是少掉一名成員 HQ準備要來推中塔 我覺得凱威好像沒有發現 他被特朗德吸了雙防欸 他的閃線跟虛弱都沒交 直接被 呃 就是可能被吸完雙防之後 一個爆發就給爆死 那 那這個水龍應該是HQ會直接主動去拿的 而且塔龍這裡是可以拿御視者去換的嗎 呃 這裡可以拿御視者 但現在拿御視者效益其實也相對不高了 自己加著中路外塔掉的情況下 你的視野也沒辦法步出太多 這感覺使得好簡單喔 呃他 喔他被咬雙防 在這個時間點被咬了雙防之後 直接被秒殺 所以讓他覺得說 呃 自己的坦度是夠的 所以閃線虛度都沒交 欸 4打5想接團 坦肯其實有深海遨遊 所以基本上也是個5打5 那這樣子的話 塔龍果然是來找HQ接戰 不選擇讓你可能有幻的一個情形 坦肯其實上來直接開過來 但是塔龍這裡選擇直接開啟這條水龍 阿卡莉的位置還不錯喔 可以直接切到後排 但有一個月之燒兵是直接卡住了窄口 反身一個推是推到了這個茂凱身上 但是月之燒兵已經消失 這裡HQ可能不能接龍 茂凱的位置也超好 側邊丟個大絕 HQ的人一定只能交閃往下跑 UNIBOY在卡位置 然後反身的話 這邊也先把線給清掉 哈拿這邊是有閃的 想要閃綁 但是這個水龍也在參戰 大概4千斤左右的血量 閃線綁 然後再開回來 拍到UNIBOY身上 UNIBOY趕緊交錯了閃線 但是KENDY什麼時候要飛 KENDY飛進去了 然後挖口在後面 不亂的出出挖口這邊先A死了一個 哈拿比 哈拿比倒下 但是反身的話這邊KENDY也是切到UNIBOY UNIBOY這邊也是死亡之後 來看一下又是一波四打四的局 兩邊各倒了一位成員 KENDY這邊一個一技能驗道 但是塔龍看起來是要撤退還是要繼續的進攻 好像還想繼續打喔 但少人冒凱這個坦克的情況下 是不好碰的喔 呃這裡其實就是塔龍他打得有點猶豫了 其實在開龍的第一時間 特朗德的大絕還沒好 所以這時間點HQ是不敢往前打的 但一旦特朗德的大絕 好了之後一看到冒凱 他就算坦度非常的高 被吸完雙盲之後還是得直接打 這會不會被偷啊 來看一下往前 偷到啦 呃這個 呃 沒有 五五的重擊嘛 五五的重擊嘛 但這一波 還是體現出了HQ的整體陣容 這裡 只要冒凱被吸雙防之後 再坦都還是會被對方的水位給秒殺掉 然後亞飛利歐其實沒有收到太多的輸出 但是KENDY他飛的目標是選擇先飛中路 因為他應該是一到中路啦 所以他會直接飛到中路的面前 並沒有選擇打亞飛利歐 這也是前面BP就有提到了 HQ的優勢就在於說 你阿卡利再秒就是秒一個人 那其他人就 其他的兩個Carry位就會把其他人給收掉 那你阿卡利就沒有在進場的空間了 但是儘管如此 HQ在現在的話 自己上面還是取得了兩千多塊左右的領先 儘管被塔龍拿掉了這一條的小龍 但是自己的話 因為也還沒有到一個龍魂點 是可以再做更多的發育的 亞飛利歐的一個無盡 還有這個瑞蘭聚風劍是已經完成 雖然說還穿著一個草鞋 但是這個裝備其實已經算是不錯 然後在星朵拉的話 也是要把黑魔禁書給趕緊補上 鋼普朗克的手套也出完了 這個速度其實也是非常快速的 這樣比賽他幾乎沒有受到任何的針對 他在邊線的發育是 塔龍是沒有用任何一波的支援跑線去幫忙抓邊的 所以現在的這個鋼普朗克就是一直在無限的成長 那包括UNIBOY其實剛剛的灰燈打起來 他只有一個刺天使 傷害很明顯是不足的 但只要在後面再補出兩個裝備的話 他的傷害也是足以可以秒掉對方的後排 上路的外塔其實是搖搖欲墜的 然後來看一下這邊是在下路走線 那哈拿比這邊是有TP的想抓 加速 加速往前衝刺 空位這邊有卡 但是卡並沒有卡的特別好 這邊讓凱薇還是逃出了升天 然後River在側邊蓋好了捷律系統之後 也是可以鑽到另外一邊的位置 但這裡的話Candy繼續是往上路 應該是可以把這個 上路的外塔給拿了嗎 看起來是選擇稍微先退後 在巴龍區附近的話 兩邊開始在爭搶視野 但現在的話HQ還是可以不斷的發育的 就是持續這個節奏 對於HQ來說絕對是利多的 那相反的塔龍就得繼續再找起波會戰 持續做碰撞 但現在特朗德也快來到11等了 這個冒凱的坦度在他面前就是 會越來越沒有任何的影響性 而且亞非利歐越來越肥了 他切團的速度也會非常快 所以可以看到 就算對方有湯肯齊加冒凱兩個坦克位 自己對上的C位 是沒有人想要在第一時間先出一個誤穿裝的 反正就是吸血雙防 溝通好先秒殺掉那個人 在少一個坦克的情況下 塔龍在後續的會戰是不能打的 對那看一下的就是這個 UNIFY的SUNA能不能把自己的一個 普攻點到後排的身上 因為包含的是UNIFY還有WAKO 其實被他點到 這個SUNA的傷害也是有所起色 Zeef這裡想要來反擊 但是現在的話 ASU下落雙組是往下靠了 這裡繞了很大一圈 哈拿比有沒有機會被夾 這個夾 特朗特朗 射擊器已經繞到了 沒有這個這個要死勒 這是四面楚歌的哈拿比 四殺火龍 五殺火龍 交TP了 這裡團戰有準備要開啟 往前一個綁黎明指引傷害 好像普普通通 但是進到塔下的哈拿比 直接遭到挖口一陣痛打 吸完雙防 軟的跟指弧的 軟的跟豆腐一樣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 Candy應該是可以 以上路的外塔做為交換 在這裡哈拿比就 這裡哈拿比是贏了一等 而且是想 在換血上還有點優勢 但被吸完雙防的樹 就像沒有任皮布的樹一樣 超軟 就是人緣到了嘛 然後其實這裡 哈拿比是個死局了啦 但空月還是 歐伊斯一下歐西一下 然後你就看到這裡 這個帽卡就開始爆血了 這裡在大招一放出來之後 這看起來是天壤之別 天壤之別的一個硬度 不過剛剛哈拿比她是 因為她的下半部是毫無視野的 這邊找到刺殺UNIBOY 強勢打節奏 UNIBOY有這個四天使 反身砸了一個超能解放 在這邊殺了UNIBOY 直接一個無瑕追擊UNIBOY 一個刺骨幽暗 拿下了UNIBOY的人頭 這一把跟前面說的一樣 就是只能這樣玩 就是你只能讓瘋狗式的 一直抓UNIBOY 或者是挖口這個點 幫助自己的 中力的血球越鼓越大 讓他們在後面 至少在刺殺 一個carryway的時候 能快一點 趕快再殺完之後 再去支援其他隊友 靠的是個人的能力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 來看一下亞飛利歐 回家可以補什麼 估計是可以買一把 喔他是直接出水贏的 很穩很穩 不給對方有 冒凱直接硬貼臉上的機會 對你想要閃綁 沒有 不可能會有這個可能性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 水龍在35秒 下遊戲前來到了25分鐘 9顆人頭 HQ依舊是 這個緊握著自己 小小的2000塊 優勢不斷的成長茁壯 然後剛剛的話 UNIBOY是被擊殺了一次 目前是133的戰機 但是自己也是兩件裝備 掏出來 反身的話 好像也沒有看到 技術出太多裝備 空月又想開 一個卡這次卡到空月 應該是卡到凱雲 凱雲交閃 然後反身的話 以色拉這裡也被留住 這邊是冰川征服的緩速 A了兩下之後 以色拉也掉到了不到半血 應該是 差不多 快要半血左右的一個血量 但是應該馬上就可以回歸來 現在的話水龍 兩邊還在等 這是暴風以前的寧靜 但是 冒凱又在一個 還不錯可以夾後的位置 先丟了一顆小樹精 稍微限制點位 這裡TP囉 CandyTP在後面 這裡要打起來了 勾勾到貪肯奇 貪肯奇這是美閃 貪肯奇交驚人 然後反身空月被留住 一個吸之吸 貪肯奇 貪肯奇變得很軟 貪肯奇在那邊看起來要死 看起來一個白隊 放進去 但是來看一下一個拍 又拍到很多人 然後這裡水龍已經順時被雷克薩給收下 那看起來H2選擇要撤退 好阿里比還可以再撤進場 往前又是一個飛隊 你直接綁到以色拉 那以上大家自己想要來反打 這邊是還有死亡訓告 一個勾 就是勾了一個空 這裡得拉掉 但塔龍這一波給予的整 整體的陣型壓力是非常夠的 阿卡莉TP的位置是直接圈退了H2 不能再繼續動這條水龍 然後再來是 特朗德這一波大絕是交在凱文身上 但凱文 是在底血的情況下開了 最後的白盾 最後的白盾沒死 那冒凱進去之後就沒有人能處理他了 那 控到了第三條水龍也算是強行續命喔 如果塔龍再拿到第四條水龍 欸第三條水龍 然後有一個水龍魂的話 哇他的會戰是真的有機會拚的 所以靠著是技能的吸血服務 看起來挖口這邊已經是贏了UNIFY兩等的等 再拿的是赤連槍刃 還有自己的一個迴力標 然後現在的話 來看一下UNIFY能不能把這個上路的外塔 給連根拔除喔 因為這個上路的外塔已經屹立很久 Candy先回去守備 最後這應該是拔不掉的 這個應該不敢碰 現在就是不巴龍視野 然後等對方過來打 因為下一波的Candy是沒有TP的 他不會有一個那麼好的繞背機會 去勸退HQ的後排打會戰 所以下一波打起來HQ只要把視野不好 然後持續的讓邊線的鋼補發育 那確保下一條水龍如果不要掉的話 其實這把HQ還是OK的 對 當然HQ他們有一個優勢就是 他們的中塔目前是還站立著 27分鐘的時間 而且以這個血樣的狀態來看 估計是蠻健康的 沒有 大家的畫面就會是特朗德 去駐那個坦肯騎 然後坦肯騎死掉之後 HQ應該就會去開八樓 所以現在 插旗眼來對塔龍壓力很大 因為 插眼的是UNIFY 那UNIFY在插眼的過程中 旁邊一定要跟一個坦肯騎 才能確保安全 那坦肯騎沒閃的資訊 HQ都是知道的 所以現在HQ可能進攻目標 會放在坦肯騎 才是我的第一優先 對 然後現在的話 可以看到 瑟雷西在前面幾波 已經是出了一個蘇瑞亞了 這個加速是可以讓對方 感到更受威脅的 不然呢 是一開啟加速 然後加上這特朗德的領域一柱 這可能就是 要你的閃現 而現在的話 在凱雲沒有閃現的一個情況下 HQ可以大舉的入侵 剛剛是強行拔掉了上塔之後 這八樓區的視野 估計也能夠先行掌握 這個經濟直接 開始 超前了 超前了 而且鋼普朗克還在發育啊 應該有三劍了吧 現在的鋼普 這個邊線是真的很難處理耶 因為現在塔龍 他只能防守一條邊線 可以像剛剛一樣 就是中野 然後再搭配 隨便一個人去硬抓邊線的 UNIBOY 但相反的 對方就是還有另外兩個 可以發育的人 一直在成長 看起來這還差一點了 自己的奪魄之連 必須還要一個暴風大劍的直線 然後來看一下另外一邊的話 這裡在巴龍 兩邊 是發不起團戰來 對於塔龍二元 可能是比較著急的 現在他們就在等這個 水龍的龍魂 如果被他們拿到 可能會是一線升級 但老實來講 如果他們拿到 水龍龍魂 我覺得也就是 有機會可以 打贏團戰 就是會戰 可能多了大概 好打一點 對好打一點 多了20%獲勝的可能 那 但只要HQ他 就是 呃 技能啊 特朗德大 還是交在帽凱身上的話 還是很難處理 這裡一推推到 然後樹枝在卡哈納比 哈納比這邊 來看一下要不要被吸雙防 反正的話一個勾是直接勾到這個素人 素人 趕緊利用自己的飛隊 又走 燈籠直接救 然後反正的話再一個 自己虛弱推了一個天女散花 凱雲這邊又被留下 然後下了一個加龍炮彈幕 來看一下凱雲這邊有沒有就會走 一個桶子是直接炸到這個湯耳其 然後反正的話 沐浴在這個加龍炮彈幕裡面 就開始往前追擊 哈納比是沒有閃現的 那這樣 雙方又是在中路打了一個ARM 準備拉退 這個雅飛利用從會戰的一開始 就是一路A到底 那有看到River要翻他的過程的話 他是直接交閃現毫不猶豫的過牆之後 開始無限輸出 可以看到後面的塔龍要進場的 包括Candy啊或者是帽凱 都是直接被對方的攝影機給限制得住了 那這個巴龍一定要回補之後 再去打這條水龍 其實塔龍的生機也就越來越少了 哇 毫無任何的懸念ASQ 在兩場比賽都拿下了巴龍 而且這裡 哇 推到 推到Unify 但是來看一下超能解放 最後一滴血沒倒 真的是差一點點就死亡 但是 差一點點就死啦 Unify這裡的傷害也是打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 喔 亞飛利用好痛喔 狂A猛A 然後A到差不多 等帽凱跟阿卡利可以進場的時候 側邊的塔龍三名隊員 也不能再持續對這個會戰有什麼 過多的貢獻了 那這裡就是慢慢流 等到肚子好 去住一個沒有閃現的帽凱 就算這波特長的沒大 也是利用亞飛利用的高傷害殺掉 而且重點是以色拉這一波 這個刷刷子超好耶 他把阿卡利在空中直接刷下來 不讓他有爆發的可能性 而且這個虛弱也是套得及時 這阿卡利這進場就沒有看他出來過了 並沒有辦法在敵陣中穿梭 然後A3也順勢的拿下這條水龍 制止對方有拿水龍龍魂的機會 那接著就是看這兩分鐘 這個巴龍看能不能通高地 但是Wako這個位置是在Bait嗎 這走得有點像小安 但因為有這個色雷系的燈籠 應該也是可以稍微 這個不用擔心 這波雖然他沒閃 但還有水銀的情況下 以塔龍的陣籠也沒有到那麼好抓 又是一個加速這個畫面 我們已經看過多次 移住空域也就是個嘗試 這裡要壓他以塔龍的陣籠是很難守的 只能從側邊的茂凱大絕進場 看可不可以抓到後排 這裡可能塔龍要打以色拉先來探探視野 來看一下哈納比究竟蹲在 就蹲在了這個山狼池 鑽山狼 然後但是自己一個人被留住 反倒先給到一個靈靈 自己這邊先給到傷害 但是來看一下Wako的位置 Wako這邊不斷在進出 這邊是一個步槍月影狙擊 但是阿卡依想要來刺殺 但是直接被Wako給殺掉 Wako這邊拿下人頭 來看一下亞飛利歐這個汪大絕KO3 在地指數排行馬已經超過9000 Wako已經Dominating Wako Double Kill Wako準備要拿下這個人頭 帶領ASQ 刺者天馬 戰刺高飛 哇那這一把應該在這個時間點就直接結束了 就在陣容上 ASQ雖然前面是在預知者那一波是輸了 但還是利用了邊線的發育 然後讓自己的carry位 尤其是亞飛利歐跟鋼布朗克這兩個點 真的是肥到後面 Kendy完全沒有辦法斬殺任何一個人而結束 哇那我們要恭喜ASQ在32分半 拿出了三核心的陣容 而核心完美的發育 然後拿下分艙比賽設立2比0 已經聽牌了 已經聽牌了有點快 對其實 比我們想像中的來的快非常多 看完陣容我也覺得2比0啦 但我覺得塔龍他一定得調整一下他的比拼 因為亞飛利歐是他們放的 那他們選擇用3那他可能去打 我覺得OK 但問題就在於為什麼要看到特朗德之後 再去選一個冒卡 對就是ASQ他們 我覺得他們是二選就選了特朗德 然後 欸沒有他們是二選坦肯起三選 喔我說HQ 對對對然後他們三選用一個冒卡去對應 就注定這顆樹他長得再大 都會直接被砍下來 對上一場比賽是一個認輸樹 上比賽感覺是一個完全不硬的這顆樹 就是瞬間被砍斷了 就別再選冒卡 別再選冒卡 不推薦冒卡 HQ的VV應對就是上路 就是知道打坦要怎麼打 這個可能在經驗上 畢竟Live以前 畢竟自己選了那麼多年了 也被打了那麼多年了 也總該知道了吧 痛過了 對這個盲量冒卡 因為我覺得VV出去換一下說明好一點 你就是先選三那再選冒卡 你還有一個錯位的可能性 對但他們這樣選的話 就是你前三選不可能錯位 然後特朗德是一隻 基本上是任何一個打野都會玩的打野英雄 他蠻簡單的 他的難度真的太低了 那後面選下來塔龍的陣容完成度 後面沒擺一個酷起 我很驚訝 因為他選了一個阿卡莉之後 就是在玩命 他就是要賭這個阿卡莉 要秀得飛 一個人把對方五個砍發 他在玩火 但最後就燒起來了 整個玩火製粉 玩火就是不建議 不建議玩火 大家要小心 那我們緊接著要來看一下本場比賽的關鍵團戰 這一波 這一波是最後塔龍 塔龍的逆襲 這裡裝備已經輸得太多了 亞飛利歐這波是沒閃的 但他就算被阿卡莉切到之後 換成紅刀 他直接一直補一直補 然後就一路A進去 根本就 沒辦法對這個陣容發生什麼 太大的威脅性 尤其是茂凱 他一旦被吸雙防 他就是一棵小樹 這個刺聯槍真的是狂吸耶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本場比賽的一個數據結算 這亞飛利歐是打的 怎麼冒凱最高速出阿 冒凱17.8 不是 整場就他在玩阿 這個 他雖然被 就是 他跟鋼布朗克沒有什麼明顯的 就是 Counter的感覺 但就是後面會比較爛 但至少中級的會彈都是靠他 尤其是浴室的那一波 他綁進去之後敲四格 才導致他們拿了三顆頭 然後中間有一度把經濟反燒 但後面的陣容像前面必須提到了 真的太難贏 就是這場 他很C 但是最後 隊友沒有幫他 就是 幫他圓環一下 如果今天他拿的是一隻可以Carry的英雄 說不定就不一樣 什麼鋼布的惡煞絲阿 血鬼 魔鬥 whatever 不要冒凱 總之不要冒凱 冒凱NO 冒凱不要這麼輕易的就亮出來 你玩一點在亮 我LS的傳統就是冒凱最後亮 因為你先亮會炸 那這兩把就是太早亮直接炸 但如果知道冒凱最後亮 以紅方亮一個坦克估計 也是一個蠻恐怖的選擇 那緊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分場的MVP 我們給到哪位選手手中 只有是給到 挖口愛你 這100%的擊殺參與率 亞非利歐太強 亞非利歐迪太強 沒有我玩才是亞非利歐迪 但目前職業場上 PZS沒有任何爛的亞非利歐 沒有我是說你的這個鐵口之斷 搞不好等一下下一張MVP直接 利歐迪老舍頭像跑出來 這個BP真的我覺得太難贏 如果塔龍用這個BP能贏的話 那他就 我覺得麻吉對他來說都不是對手 麻吉就小菜一疊 對 這他說的不是我說的 不是 你剛剛不是說他的BP 我只是有禮貌的附荷 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但我覺得 下一場第三局已經是 這是三十局了嗎 不是你不能這樣 我剛剛這樣催你 然後結果你馬上馬上甩過 下一場是生死局了 就 我希望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我希望可以看到更精采 不過我們剛剛收到的消息是 這一場比賽 這第三場比賽 塔龍會來到藍方 不過第一場比賽 他們在藍方 是選了一個克力氣打 但是也沒有打出 屬於應該有的價值 所以接著就要來看 塔龍要怎麼調整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到第三場比賽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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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